哈喽 在视频前里 大家早安 我是军松 还有准备后房产 Jazz Property 你可以看到今天阳光普照 给你介绍一间在绿绿草原上面的一个屋子 让你早上起来感觉很好的一个屋子 今天我来到哪里给你介绍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就在我们数字的 Eco Podernic 在 Iskandar Putri 这一边 给你介绍一个双层的 Cluster Corner 旁边多30层的地 这间屋子有很多爆点 待会我介绍完环境还有这边的街景 我们再进去看屋子吧 首先你可以看得到 我目前是位于在屋子的正前面的一个草原 当然屋子的前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草原 甚至有一个跑道可以延伸到后面去 这一边屋子的后面就是可以去到 我们后面的 Eco Podernic 的山区 所以这边无论你要走路 还是你要踏脚车 还是里面你要踏那种 Motorbike 都是可以到的 首先我们看这个屋子 今天这个屋子很不得了 这个屋子是旁边额外多30层的一个双层填置物 全装修而且里面基本上全家室都包给你 我们等一下一起进去里面看看 这间屋子它是55 x 80 然后它的 Lensize 是 4,467 sqft 然后它的 Build Out 是 2,800 sqft 等一下我们进去看看 私家一房跟五个厕所 屋子可以讲是全装修到完了 我们通常的 Corner 旁边的地 都是普通的一片环泥土 但是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它外面的 House 是全部铺满满的 而且你们可以注意到拍水系统全部都做美美的 你可以看到旁边屋主的 Lenscaping 真的是做到很美的 很有度假风格的一个屋子 然后我们再看旁边的地先 旁边的地让我感觉到我来到度假村的一个感觉有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双层的填置物 真的是很大一下 屋子本身是25层 旁边额外多一个30层的地 所以这边很好给你发挥 而且这边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屋主也是蛮有那种 Holiday 的感觉 所以它这边有做了一个 Barbecue 的地方 所以这边的灶炉甚至是它的桌子的台面 全部都做好给你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哇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边如果你作为 Weekend Home 然后你的家人 然后你的朋友来这边做一个聚会等等 这个感觉多么的美妙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都是屋主做的一个 外面一个摆设 这边有做一个蛋鞦韆 你们可以看到到 所以这边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一样就是你里面 你看到到基本的装修 基本的架式 都是有包括在里面的 哇这间真的不得了 所以一样 Before 我们进来看之前 请不要点击按赞分享订阅频道 陆陆续续给你看不一样的屋子 你看到这边门的前面呢 它有隔了一个两三片的一个摩扇 所以这边的玄关处 如果你要摆绳除 甚至是你要摆Display的桌 应该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哇这个客厅真的是很大一下 哇 所以它基本的这些架式都会保留 当然这些乐器的话 他儿子要拿走了 这个纯粹就是个人的兴趣 所以你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局 它的摆设呢 哇 是多么的有感觉 有一种外国度假的感觉 而且整个空间真的是很大一下的 楼下的话呢 有一家一房 旁边呢 有一个UTTT room 然后呢 有两间厕所 首先呢 我们先从这边进来看看 这个屋子的格局呢 其实一点都不乱 这边呢 我们一进来的右手边呢 全部都是住的地方 有看到吗 住的厕所跟住的房间 然后左手边那一边呢 全部是kitchen area 我们慢慢看齐 这边楼下呢 是它的儿子住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客房啦 这个屋子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心力还够高 而且呢 它的屋子呢 很宽很长 所以整间的空间感呢 当然不再画下来 是真的是很大间的 而且呢 这间屋子真的是 算是view maintain的unique 而且呢是蛮干净的 这边外面呢 假如你本身 你的家里呢 有年长人士等等 这个客房呢 就很适合他们咯 这边呢 给他们住楼下 不用爬上爬下 所以凡是你们看得到 这些fist and fitting 的 table top 这种啊 都是会保留的 无意保留的 所以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你里面看到什么 基本就是有什么 但是呢 个人用平台都会拿走啦 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厨房的地方 左手边一排呢 全部是厨房的地方 厨房这边 它好在什么位置 第一呢 就是它的厨房 靠近旁边的空地 所以呢 这整间的透风 透光 采光呢 当然不再画下 屋子的方向也是很美 它是面向于西南的方向 哇 你可以看到它的 table top 旁边两边呢 应该是很足够给你们 去主了的这个空间 然后后面的话呢 有自己的一个 utility room 还有一个 多一个厕所 所以假如外面呢 你们办聚会 突然要用厕所的话呢 这一边零食可以用得到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 utility room 但是呢 屋主是拿来 翻它的 store room 这样子啦 OK 所以呢 这整间楼下的情况 基本也给你看完了 这边呢 我们一起去楼上 我给你一探究竟楼上的情况 所以在Eco-Bodernic 这个区域呢 就是很多人知晓的地方 因为很hot一下 然后这边前面的山区 甚至是前面有自己的一个 shopping mall 等等 这附近呢 如果你要去到什么 人家三围Bbox Puketinta等等 都是很靠近的一个距离 大概是一个十到十分钟左右吧 还有很多的国际学校咯 这边呢 我们来到楼上 楼上的话是三间房间 跟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我们看看一下 OK 我们先从小房开始看起 因为这个屋主呢 他本身都是 他的孩子在住着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模型啊 摆了很多东西 但是丝毫不会影响他的空间 与他的格局 很大惊一下 真的很大惊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他自己的一个厕所 他的自己的一个厕所呢 你看行李靠 真的是很高的 所以里面的话 你在冲凉啊 你在读马桶啊 你不会怕就是里面你会出汗那种 人家Sona这样 OK 这个是他的第二间房间 你可以看得到 哇 他的房间 其实他的孩子房间 蛮个性化的 可以看得出 这个是呢 蛮成熟的一个孩子的一个Design 当然如果这边 你要换你的Design 还是什么啊 我相信不是很大的问题 你看到这边 放了一个读书桌 然后这里放船 这里放Cabinet 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 哇 还有摆个书架这样 整个空间真的是很好去利用的 然后呢 一样这边呢 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厕所 每一间 每一间房间呢 都有自己的厕所 所以呢 不用真不用抢 大家好好来好好去 OK 来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主人房 主人房这一边呢 我们先看他的厕所 好不好 厕所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 哇空间是蛮大一下的 嗯 嗯 他这一边 shower screen 多处好好的 OK 你可以看到这边 洗脸台 全部都做美美 所以这个屋子呢 他不是卖你Original unit 他是卖你Fully Renovated的状态 你可以看得到 哇一进来呢 这个主人房的空间 有看到吗 哇 这些ACON的Fist and Fitting 都是有给你的 哇 你可以看到这边 他的采光 跟他的整个透风 整个给我们感觉呢 很好 整间屋子呢充满着阳气啊 我们讲啊 给阳光照射的一个屋子 哇 真的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采光 啊 丝毫不逊色 所以这一边呢 主人房外面呢 有自己一个Barkoni 我们看看一下 Barkoni 这边是蛮长一下的 啊 如果是讲长的话 大概是3片Moset左右 啦 宽是很宽啦 大概是25尺 你可以看这边的view OK 啊 那一个就是Econes 哦 啊 前面呢就是山区 所以这里的话 你自己本身要去山区 还是呢你要去shopping mall等等 都可以通过踏脚车啊 还是走路的方式可以去到后面 有自己的access gap 可以去到后面的啦 所以基本上也是这个屋子 可以看到完了 我再给你梳理全部的详情 好的 相信整个屋子你们也看到完了啦 是不是屋子够大间 格局够美 而且外面的空地是不是够大 整间呢真的是全装修的啦 屋主该做的地方他都做了的 这边呢他也是有心要卖啦 所以这边呢我给你梳理全部的详情 这一间屋子呢是在哪里 这间屋子呢是在Eco Botanic 这一边 然后呢它是一个三层天制屋 然后旁边呢多一个30层的地 屋子的大小呢是55 x 80 然后它的land size是4,467 sqft built out 建筑面积大小呢是2,800 sqft 屋子呢是4加1房跟5个厕所 然后屋子是面向很美的一个方向 是西南方 所以这个屋子哦 全专修 几乎呢全家私 这样子的屋子 要卖你多少钱 这样子的屋子呢是卖你1.88 million 1.88 million 所以对这个屋子有兴趣的你不妨可以与我去点联系 我给你更多的详情 甚至是呢我们可以线下来看这个很Hot的地区 很Hot的屋子哦 所以无论呢在新山你要找这买 卖还是租都可以与我去点联系 我是Jun Song 一个认真为一家屋子的男人 所以今天分享的视频也是到这一边 谢谢你们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